视窗操作及关机 当我们使用一个作业系统的时候 不管是任何的作业系统 现在都是图形化界面为主 所以我们进入电脑系统之后 你会看到的是一个桌面 这是我们工作的区域 那你还会看到其他不一样的东西 例如我们的新北市教育作业系统里面 属于Unity这一块呢 我们会有多一个叫Dash的工作列 这个工作列比较特别 如果你要把它想成Windows的话 你可以把它想成快速启动工作列 这边上面的图示你只要点一下 那程式就会启动 只要在这里任何个地方 像这是显示桌面点一下 它就显示桌面 那这个是系统设定值 我按一下系统设定值就会出来 这我们叫Dash的视窗 那这是档案总管 我们都是视窗化界面 那唯一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 在Windows视窗里面 或者是只要视窗我们都会有三个比较常用的算是按钮 例如XX我们把它叫关闭 减号是缩到最小 这个是调整视窗大小 这三颗按钮的位置稍微不太一样 那我们现在都把它调在左上角 那Windows的习惯可能在右边 这是稍微不一样的地方 按XX我们就可以把视窗关掉 那再按一次我们又可以打开来 按下-号 它会缩进去 会缩在这旁边 那特别注意这边有一个三角形 表示它已经开启一个 像这浏览器也有一个三角形 开一个 这个没有 就表示这个支撑是还没有开启 还没有开启 那要调整视窗大小是这一个 这是最大化了 再按一次 它就是可以调整视窗大小 那基本的操作也都和 按Windows的视窗操作差不多 大同小异 这是基本的视窗操作 那接下来我们要谈到的是关机 关机基本上蛮容易的 那每个系统所放的位置也稍稍不一样 我们的关机在这里 请按右上角这边有一个齿轮的按图形 选择这之后选择关机 这样就可以把电脑关掉 选择右上角这个齿轮选择关机 当然现在的电脑你直接按电源 它会自动进入关机的程序 也是有可能的 并不是会直接进行断电的动作 那如果你要进行的是登出或者暂停 这是把萤幕锁起来 如果你要离开位置的话是这一个 那现在的使用者叫teacher 我不进行关机 因为我按掉录影就会中断 所以只讲到这里 只要按下关机它就会关机 好 好 感谢观看